哈喽哈喽 这回咱们说一下关于买车的事 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跟我聊天的朋友说 你如果纠结于买哪个车的时候 一定要选一个你更喜欢的那个车 为什么呢 就是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跟别人谈恋爱 不管是男的和女的还是女的和男的 当你特别喜欢她的时候 她身上的一些毛病你是可以接受的 你是可以宽容的面对的 比如你的女朋友可能不吃葱姜蒜 那不吃咱也不吃 对不对 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因为你喜欢她 你觉得这个没事可以接受 你对她的容忍度是高的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她 比如说是一个你的同事或者你的同学 本身交情没有那么深 然后你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她说 这人怎么还有葱啊 还有姜啊 这怎么吃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人咋真多事啊 我就不想跟她吃饭了 对不对 因为你对她是没有那种情感上的 偏向和照顾的 所以买车的时候也是这样 如果说你是权衡利弊之后 比如说现在有三台车 我没有什么 就我喜欢A 我就喜欢A这台车 但是呢 从价格上考虑 B可能好一点 从配置上考虑 C可能好一点 但是从个人情感上来说 A好一点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想跟你说的是 你就选A吧 你别选那俩了 因为你如果选了B还是选了C 没有完美的车 车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 不是特别完美的地方 有的可能是动力 有的可能是空间 有的可能是耐用性 有的可能是配置 在这个时候 如果它出现了那么一点点瑕疵的时候 你绝对会想 早之后就买我喜欢那台车了 我就不买这个了 这玩意儿就后悔了 又不是我喜欢的 还有这个问题 这是你一定会想的 但反过来 你如果是买的喜欢那台车 那就自个儿选 或者是 这个没事 这是小毛病 对不对 蹭下蹭蹭了吧 没事 小毛病 这是我自个儿的车 你会有这种感觉 当然如果这个问题特别大 大到已经足够让你失望的时候 那你反过来 那个情绪的反弹也是更大的 比如我满心欢喜的 去买了某品牌的车 买完了以后 出来可能开了一两天 坏了 这个时候你的那个情绪 一定是崩了的 但这个事情 一定是个小概率事情 一万台车里 可能出一个 或者几万台车里出一个 但是被你赶上了 这时候成了你的百分之百 我们只能堵一下 而且我们赢的几率很大 就是我们买一台很好的车 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这种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一定要选一个你喜欢的 所以这个时候 好多朋友问我的时候 我就先说你喜欢的 一定一定不要再说 我纠结于这个 这个 因为反正给你提意见 那个人后来肯定会被骂 你只要纠结 说明你已经很了解了 你了解完了以后 情感上稍微有点倾向的那个 就是你的选择 就是你的选择